施坦威钢琴是每个钢琴家的梦想,也是95%以上独奏艺术家的首选。 除了经典优雅的黑木琴声,施坦威限定版及特别版系列都能完美传达出您的独特个性和品味。 165年来,施坦威征服了无数钢琴演奏家,全球全施坦威学校也超过200所。 正因如此,施坦威钢琴也成为朗朗、黄宇佳和张浩晨等顶级钢琴家演出的唯一选择。 加拿大河南同乡联谊总会领导层周末举行会议,商讨为河南灾区筹款。 河南同乡会在发起募捐的48小时内就收到超过20万元人民币的善款, 其中10万已经转账给郑州红十字会。 有的朋友是在专业协会里捐过款,有的朋友是通过微信直接赚款或者QQ直接捐款, 但是得到这个同乡总会的这个消息之后再次捐款,很多人都是多次捐款。 不仅河南籍的乡亲们新系灾区,加拿大各界华人都踊跃向河南灾区捐款。 连日来,以前许多素不相识的人争相与河南同乡会联系,要求捐出善款。 这个不光是河南人的事情,这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整个民族的一个事情。 大家就是都是华人同根同源,对这个事情都非常的痛心,都非常主动的捐款。 正致力于家中两国友好交流的加拿大人彭加荣、Chris Pereira在中国多年生活的起点, 就是始于在郑州大学的四年学习。 他说,郑州是自己的第二故乡,在主流社会为河南灾区发生义不容辞。 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促进两国之间的一个友谊, 因为我们大家都是人,不管大环境怎么样, 我觉得有这种机会的时候,这种事件的时候是一个机会互相帮助, 然后认出我们的共同点,而不是强调我们的区别。 加拿大河南同乡联谊总会还将在8月1日与加拿大少林寺文化中心 共同举办传灯祈福活动,与加拿大各界一起为灾区人民祈福, 并现场募集善款赠灾。 传灯它不仅限于佛教,就是一个代表了人们的这种希望和祝福的一种方式。 它点燃了一盏灯,它有了雪中送炭的意义, 又有了祝福,又有了光明,最主要是点灯它代表的希望。 凤凰卫视,祖可勤,苏惠文,温哥华报道。